小王 你去市局 让他们帮忙协调一下 药检局和卫生局 查一查全市这个 柯敏座类药物的 销售记录和处方 多嘞 小刘小李 抛尸地半径五公里内 所有的保洁公司 和没有到赶上班的 相关女性 你们带人给我一一排查 好 小赵 你去附近的派出所 去调取最近两天 这个人口失踪的报案 可失踪报案 都在四十八小时候 才受理 所以很可能 还没有真实连案 那就一家一家地找 联系一下报警中心 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报案 是 根据官队的分析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是一名企图 在短时间内 继续作案的 丧心病狂的 狂欢型杀人犯 我们必须要在 二十四小时之内抓住他 避免下一个无辜者受害 是 老关 你看这下一步 我可能还要去 昨天晚上的现场 看一下 老关 老关 不是已经锁定 被害人的范围了吗 你还去 不是为那名女性被害人 关键不在她 关键在于第一名被害人 第一名被害人 对 她的头部和右臂 不是一直没有找到吗 如果不是我们还没有 发现尸块的话 我觉得 她的头部和右臂上 应该也有能证明 死者身份的东西 既然凶手这么苦心地隐藏 说明他们之间 可能有某些关联 这也符合连续作案的 暴力性犯罪 这 怎么讲 连续作案的暴力性罪犯 一般第一次作案 都会以自己身边某个对象 为目标 如果我们查出死者的身份 顺藏莫怪也就不难了 老关 又怎么了 想要个助手吧 谁都行 我没别的意思啊 毕竟你现在不是咱们 对的正式辨职 那总得有人测证 你的安全是不是 再说了 万一到行驶直传的时候 那还有个能量正见的好 好像我也没得选 我没得选 郭老师 昨天晚上 我要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我就是 没事 应该道歉的人是我 不不不 都是我出来扎道 我应该给您道歉 而且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 不过您说 那个保安说的话 能作为排查方向吗 不能 没有经过行侦训练的人 容易出现所谓的目击缺失 也就是得看到的事物 没法精确地付出 或者回忆 那你还配我 你就是不必须缺失 你是不是 我不想看 那我 也没想到 我 可能 你跑进去 可以了 你还想听 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 经常活动的区域 也就是所谓的心理安全区 对于犯罪这种极端的行为 心理安全区就更加重要 大部分连续作案的凶手 头几次基本上都是在 自己心理安全区之内 那怎么确定心理安全区呢 这个范围通常是以凶手的住所 工作单位还有常去的 娱乐场所为中心 向四周辐射 如果它出门惯用是步行的话 那么辐射的半径不超过一公里 骑车的话不超过三公里 如果是开车 大概是五到十公里左右 或者更多 那如果是骑摩托车呢 不管骑的什么 确实有点反差 目前这现场破坏得有点严重 这儿有几个出入口 四个 哪个离这儿都不见 有一个是直通地下车库的出入口 另外三个都是可供行人自行车 还有摩托车进出的 人车分流的小区 监控如像的 四个都有 技术队已经调走了 还在筛查中 目前没有发现和保安目击的 相似人员 四个出入口 凶手为什么不走门 关老师 周队说找到了 女性被害人就卸定 远洋国际的保洁员 今天没去上班 电话也打不通 他的身高体重 都符合尸体的特征 他跟他哥哥一起做 两个人是从杭州来打工的 对了 谢静最近交了个男朋友 好 我知道了 来了 法官 进一步核查了吗 市局的核查报告 谢静两周前去妇幼保健医院 去看个病 医生给他开了三种妇科药 其中就有这个 可眉泽栓剂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他 还有就是小区乌业说 说这个谢静他哥哥呢 平时足不出户 长得是又肥又胖 好像是他妹妹养了 怎么还不进去 甭不还没送钥匙呢 不等了 破门进 先编辑 这好像有可能是一处分尸现场 而且不排除凶手就在里边 说真的啊 我还巴不得他在呢 什么 图纸给我 这就是谢静小区的评论址 这个谢静住的是一室一厅 破门进来呢应该就是客厅 分三路 给我把住了厕所 厨房 还有几居室 一定要保护现场的安全 如果凶手在 立马给我拿下 是 你说这个凶手 会不会还有什么特征 如果屋里有任何男人 那他就是凶手 那谢静男朋友要在了 那谢静的男朋友就是凶手 您好 小区乌业 有人吗 这个是室一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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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楼去迎下房东 给他做个笔录 问一下钥匙的事 那我下去了 关老师真是越来越善解人意了 还不是你派过的人太弱了 高儿 周队 怎么样 现场有大量的血脂纹和血毒菌 凶手应该是在床上直解的尸体 床单和床垫吸收了大部分的血液 床上还有些组织 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这证据足够你去找嫌疑人的了 不过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凶手是怎么进来的 对吧 刚才我们都看了 对不对 门上没有被敲过的痕迹 而且锁也不是新换的 他也就是说 要么就是 受害人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 要么就是凶手有钥匙 这这钥匙在人手里 也就无外乎要么房东 要么就是他们兄弟的 谢静的男朋友 不可能 这钥匙一共两把 一把在我这儿 一把在谢静和他哥呢 可谢静万一狮子 找人配了几把呢 那我怎么知道 赶紧说说我这房子怎么了 我劝您还是别上去的好 那我修房子的钱 你们谁给我报销 总不能就这么给我把 门门砸了算我倒霉吧 不是 您放心 我们肯定 那个保安啊 真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 都知道 一个穿着艳色服装的 摩托车手 中雷就在现在出现一半 正在向东美跑去 再说 小鸟 撤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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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了 走 走 小心 什么 什么套套 红白相见的皮 红灰色的头盔 然后 他一块的毛头是 丢队 丢队 来吧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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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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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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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喂 老冠 我在永宁街东北口 结获了嫌犯 赶紧叫人来清理现场 对 终于知道 谢靖长得什么样了 跑啊 跑什么跑啊 有人追我 我下事就跑了 不做亏心事警察追你就跑啊 你们警察牛逼呗 见谁抓谁不是 你废什么话呀 你不跑能追你啊 你们不追我我会跑吗 你不跑我都不追你了吗 你不追我不就不跑了吗 你怎么废话 你去 把她换成了 我 我能行吗 我还没审过训呢 这么大的案子 要不要关老师和周队一起啊 去吧 没事 别忘了我刚才教你的 好吗 好 没事 你这么说 王冠 你就放心这妖子片子 摆成指纹和脚印都比对过了 他也不是凶手 让孩子们去练练手 没大所谓 不 这孙子肯定没事了 要不不会跑那么积极的 是啊 你把他给囊成这样 他要是没事 你不觉得有事吗 姓名 五号 年龄 二十五 我 家住哪儿 历井家园 家里几口人 我和父母一起住 我爸是还为工人 今天去小区做什么 去找一个朋友玩 哪个朋友 我 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吗 不知道 那你和谢静之间 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 朋友关系 就是朋友 只有锤队向了那一转 那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 那你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抓你 谢静都和你说了什么 还真不是他杀的 你觉得他能和我们说什么 警察同志啊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 我只是负责早上下家 车都不是我偷的 而且我早就打算不干了 成了 看来是个盗窃嚣张的疼务 你这处分算是躲过去了 我 瞧人家 刚毕业的丫头片子 你看你 也不看他是不是谁 我 这个谢静啊 发现他男朋友是摩托车盗窃团伙的 所以就威胁他 然后如果再干 不但分手 而且还会报警 这小子给谢静打电话 找不着人着急了 来到他家楼下发现有警察 他以为谢静报了警 这才跑的 所以这线索又断了 天哪 还有十几个小时 我上哪儿找凶手去 难道说 协调网络公司进行排查 找一个原本几乎每天 二十四小时都在线 最近没有登录的用户 然后走访各小区 找一个二十五到二十八岁 身高一米七七 体重九十公斤 养猫 还手排挡车的独居男人 走访各烟草销售点 找一个天天去满烟 但最近没有出现 符合我之前说的 标准的男人 可是周队 范围呢 如果是按照整个金港来排查 一年时间都不够啊 范围 以抛设地为中心 半径两公里内进行搜索 如果没有发现的话 就再扩大搜索范围 四公里 六公里 八公里 还那么愣着 是 告诉你们都够打起精神来 还有十几个小时 谁也不许请假 不许吃饭 不许睡觉 拉屎三尿也不许 在没有找到 第一被害人的住所之前 都给我连轴转 有什么关系吗 这边 这边经理 有 有 有 坐我吧 那边有时间看 可以 可以 周队 这家不是 咱去那边吧 走 谈一下就是一个小时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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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这都拆成这样了 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呀 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呀 地图 知道为什么让你放弃一线的行政工作吗 每天面对无数的现场勘验时间报告 监控录像 指纹啊 脚印 输证 物证 目击证也 你要不断地利用自己的行政知识 做出判断和选择 而这个判断一旦错误了 整个的行政方向就会受到误导 郭老师是不会出错的 没有人敢保证自己从来不出错 如果我判断错了凶手的 心理安全区的话 我不但抓不到凶手 有可能 某些无辜的人 他会因为我错的判断而散念 所以 一线的针破人员 手里握我的 不只是正义和真相 更可能是那些无辜者的生命 不会的 我们这么努力肯定能找到他 这世界不总是善恶有报的 做刑警的日子越长 破不了的悬案就越多 以后你慢慢就知道了 郭老师 您也有破不了的案子吗 这附近有多少个小区 八个 周队正在南面那两个小区做走访呢 八个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破事呢 他看得到这儿 喂 关老师说可以进一步做小范围了 先排查能看到工地的小区住户 能看到工地的小区住户 好 零单 干得漂亮 这样就把原来的范围缩小到四分之一了 从九十人还剩二十八个 现在还有十八个 只找看你工地的还有 还有五个 就在这五个小区找手排档的车 范围锁定在院内 行嘞 好 马上排查 好 关老师 你怎么能确定 这车就停在院子里呢 长期不出门的人 会把自己的车 停在比较安全稳妥的地方 好 谢谢 快 快 快 关老师 关老师 那有一辆手排档的车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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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猫不像狗那么认家 要不然 他就可以带我们去找他主人了 当然他认识主人就知道了 可你怎么能确定 救出这两头呢 老官 谁告诉你老不认识家 老官 猫这事我从上听明白了 你是怎么确定 这车是死者的吗 死者身高应该跟我差不多 我刚才坐在他车上的时候 觉得位置刚刚好 不过方向盘离座位的距离比较远 应该是个胖子 颜慧杠虽然是干净的 但是车顶的内衬有烟门 这孙子肯定是怕文身和这脸 暴露死者的身份 也一定是王辰的首人 Yoon 让他身份 这位 是网络的 是 网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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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是网络的 是网络的 网络的 网络的 有网络的 网络的 关队 我们查到 王晨是一个游戏测试员 平时读不出户就在家工作 然后他那个工资也是往安支付的 那个物业公司跟我们说 跟他合租那个人叫高远 二十六岁 好像是在什么快餐店打工 我们真的查那快餐店 我去 这什么玩意儿 这应该是自制的渗透吸仪器 有些尿毒症患者 或者肾衰竭患者 因为治疗费用昂贵 会拿这种机器 自己进行头绪治疗 钟队 房主的指纹已经提取出来了 现在还不能做精确比对 但是从抖和棋的分布来看 跟凶手的指纹基本稳合 凶手就是高远 要我说也别练习什么快餐店了 直接派两队过去抓人 如果这小子不在 就原地不顾 等着他出现 他是给那家快餐店送外卖的 高远骑的是电动车 后面配备了外卖箱 用外卖箱转移石块 绝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之所以他不从正门走 从小区的缺口 进入小区的垃圾城 就是因为那个小区 根本不允许送外卖的进出 高远没有房间钥匙 很可能是谢静的哥哥 订了外卖 所以他才能进屋 高远在杀害了谢静的哥哥 正准备分饰的时候 不巧谢静回来了 所以谢静才在门厅 被活活地看死 通知辖区的派尔所 便衣 贝勤 封锁小区所有的出入口 调取监控录像 看看这个高远 到底什么时候出入小区 另外让其他个组 从快餐店一直到这儿 沿途布控 这儿 我先上去 好 老高 怎么样 刑事找到没有 还没有啊 关老师 高远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他有什么作案动机吗 这个人与社会 存在着明显的隔阂感 他有肾病 很严重 有负务器昂贵的医疗费 就只能自己治疗 他应该是一个智商很高 但却很自卑的人 他一直渴望有一个健康的肾 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心态就变得越来越扭曲 憎恨厌恶那些 有着健康的身体 但却自敢堕落的人 店子下边找没 来 看看店子下边 这什么东西 这好像是高远的公牌号 17655 行吧 再找找 好 喂 我是刚才往您家送外卖的 我的公牌是不是落得你家里了 公牌号是17655 17655 17655 怎么说 刚红衣 开门 我知道你在里边 关红衣 开门啊 光虹月, 开门 关老师, 是你电话吧 喂 你挺牛逼啊 刚刚发现了我的秘密 那你还不赶紧自首啊 不过, 我也发现了你的 不 是你们的秘密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在你家呢 只要我发出任何的声响后打个电话 你们俩都得给我陪葬 我要跟你谈谈 关老师 你怎么了 我都给人出来了 看老门哪儿具体所有的 怎么了, 老门 还没事 身体吃不消了吧 熬了一夜 赶紧回去休息吧 你的任务完成了 这儿叫我了 那我先走了 我要不要送关老师回家 不用了 你也一直没睡开车不安全 慢点啊 不冯短点啊 跑步 快点看 快点 done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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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别动 玩这么大一局 我看看 你们俩还真比我牛逼啊 这局玩得够大了 我瞅瞅 连脸上的扒拉都一样 一个警察 一个通缉犯 你们俩这双簧 唱得可真绝了 为什么杀那些人 人 什 什么人 黄晨和谢敬兄妹 别告诉我不是你干的 你说说啊 每天把自己关在黑屋里边 不见天日 只有黑暗和潮湿 才让他们觉得安全 这样的是人 不是 是蟑螂 是蟑螂 脏兮兮的蟑螂 你也就是蟑螂 王晨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他他妈不就这样吗 每天把自己 关在黑屋里边 无所事事 关着灯 对着电脑 吃着外卖 你说像他这样 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没有 一点都没有 那你人生的意义用啊 那当然 我的意义就是在帮他们 蟑螂会自杀吗 不会 他们也不会 他们心底里 特别希望有我这样的人出现 来帮他们死 好让他们早日投胎重新做人 你说多有意义啊 所以说你认为你杀的不是 杀的是蟑螂 对 我就说吧 还是你哥 你懂我 那谢静呢 那个女孩子也算蟑螂吗 那是她回来的不是时候 还真怪不得我 话又说回来了 一个天天供养蟑螂的人 也是在纵容他们浪费生命 她死得不厌 你说是不是 你杀了这些人有什么用呢 我恨她 我 我 我羡慕她 我都不羡慕一个 有健康身体的人 这个世界太不公平 哪怕一个囚徒 一个旗干 他们都有一个健康的事 我呢 我没有 我没有 可即便是这样 我仍然在坚强地活着 我积极地工作 而他们呢 明明有个好的身体 却全坐在阴暗的角落里 白白地浪费生命 他们不配活着 不配 你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 我他妈就这么做 别动 今天你们哥俩的娘 也在我手上 我就要看看 我有没有这个权利 反正她是个通缉犯 我杀了 我杀了